这样呢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语店 他说他去找一个叫雷纳德的人 让我呢去医院 他要和我分头行动 这样呢 我们的寄静岭之旅正式开始 我们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来到了寄静岭 这个时候可以看见主人公呢 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看出来现在呢 这个希瑟已经是有一点的谅解这个道格拉斯了 他也是看到这个道格拉斯呢 为了他来找寄静岭 而且呢是为了帮助他 在这里进行一番调查 所以说呢他也是有了一点点的谅解之情 比较像是露出了一天的谅解 是露出了一天的谅解 这样呢道格拉斯就走了 他去找雷纳德了 而我呢我的任务是去医院进行一番探索 但是在那之前呢 我还是要把这个剧情给他讲一下 这是爸爸的笔记本 是爸爸记录下来过去的事情 真希望这和往常一样都是小说 这是哈里梅森 一直到死都不肯放开的东西 看一下 在这里呢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得到解答 希望这样的东西将来没有用 因为对你来说 不知道这些可能会更幸福 更何况无问 害怕你看了这本笔记之后 就会离开我 可是有时候真相是需要被了解的 所以在我死去或遗忘之前 我还是决定把它们记录下来 曾经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件事其实也关系到你究竟是谁 这一问题 一切要从二十四年前讲起 那天我和妻子旅游回来 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捡到了一个婴儿 那时我和妻子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感谢上帝给了我们恩惠 于是我们收养了那个孩子 那个女婴 那个女婴呢 其实就是雪柔 那三年以后 我妻子死了 又过了四年 也就是十七年前 我去了寄静岭 这是听从了那孩子的愿望 和那孩子一起去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 为什么她想去那里 在那里那个孩子失踪了 她并不是 她并不是去了哪里 她也不是死了 达利亚 积累斯底说 她只是做回了真正的自我 所谓真正的自我 其实是一个少女 当年她是献给神灵的祭品 被她的母亲亲手分烧 名字叫玛丽莎 火焰里的她 放跑了自己一半的灵魂 寄宿在一个女婴身上 这个婴儿 就是我剪刀的女儿 雪柔 七年后 有一半灵魂的那个孩子 回到寄静岭 与阿丽莎合二为一 而重新获得力量的她的愿望 就是杀死神灵 所谓神灵就是由仪式召唤出的 作为祭祀品植入她体内的胎儿 即使杀死神灵 会导致阿丽莎自己死去 她也希望如此 可是阿丽莎没有如愿 因为我一心想夺回我的孩子 我阻止了她 可惜孩子还是没有回到我的身边 从结果来看 我做了达利亚想做的事 帮助她实施了对阿丽莎 体内诞生神灵的仪式 可是诞生出来的神灵 也只是哭泣了几声 就死了 这也许是我的孩子 还有阿丽莎抵抗意识造成的 这里呢 这个哈里梅森呢 是怀疑诞生出来的这个神灵 就是哭泣了几声就死掉的呢 可能是雪柔 但实际上呢 就是哭泣了几声就死掉了 这个呢 其实不是雪柔 雪柔那一半的灵魂呢 还在阿丽莎的体内 死掉的其实就是那个邪恶的神灵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神灵在光芒消失以后 阿丽莎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她将一个婴儿 托付给了我 这个婴儿非常像以前的那个孩子 然后她死了 我救不了她 只能抱着那个婴儿 竭力逃了出去 这一切都像是一件作梦 可是又不能不相信那是现实 因为我的孩子不见了 在我怀里是另一个婴儿 从那以后又过了17年 时间仿佛过得很快 又仿佛非常的漫长 我想告诉你 刚开始的时候 我很不愿意养育那个婴儿 我犹豫自己是否能爱她 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 又不明真相的婴儿 我曾想过这个婴儿 可能就是从我手里夺走 我最爱的女儿的那个少女 我曾在狂想中抱起那个婴儿 我想 吓死那个小婴儿 在这里呢 这个哈里梅森是这样的怀疑 他认为呢 这个小婴儿就是阿雷莎的转世 但实际上呢 这个小婴儿 它不仅仅是阿雷莎 它也是雪柔的转世 它是两个小女孩的转世 所以说呢 这个小婴儿 它某种意义上讲 它其实就是雪柔 就是它的女儿 我也不止一次想要把婴儿争了 我就是如此无情的人 可是我还是决定侮养它 我不能抛弃它 因为那个婴儿 它看着我微笑 这个婴儿向它微笑 应该是发自雪柔那一半灵魂的 我到现在也想不 也忘不了以前的那个孩子 可是我爱你 我现在的这份爱里 我丝毫没有犹豫 希望你相信这一点 写给我亲爱的女儿 哈里梅森 这样呢 这个故事 来龙去迈了 应该是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这个装公其色呢 它其实是继承了阿雷莎 和雪柔两个人的血统 它是这两个小女孩的延续 它不仅仅代表着阿雷莎 也不仅仅代表着雪柔 阿雷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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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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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